来来来,我这踢了,踢啊!我这踢了,踢啊! 这个名叫小雨的女人攥紧了拳头,恨不得一脚把面前的村霸踢飞。 原来就在刚刚,小雨的丈夫跟村霸烂梨讨债,结果债没要到,反而被烂梨一脚踢坏了命根子。 现在小雨来找村霸赔医药费,村霸烂梨却岔开了腿,让她有种踢回来。 小雨气得咬牙切齿,却还是忍住了。 她是来要钱的,不是来拼命的。 烂梨见小雨不敢踢,顿时更嚣张了。 就跟你的废物老公一样。 肆无忌惮的嘲笑声中,小雨终于爆发了,跳上三轮车朝烂梨追去。 我再让你狂,再让你欺负人,去死吧你。 三轮车呼啸而过,烂梨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一条腿彻底报废了,而小雨也因故意伤害被判刑三年。 小雨为了给整个家争口气进了监狱,丈夫何亮却一点都不感到羞愧,直到小雨入狱两个月后才第一次来看她,而且还是来诉苦的。 原来自从烂梨被撞成残废后,就彻底赖上了何亮家。 就算是买袋大米,她得让我帮她扛回家去。 她老婆三番五次的堵我家门口,让我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 这案子不是结了吗?我这都进来了。 你的是刑事案件,可是他们说,说什么还得明示赔偿。 说着就开始埋怨小雨太冲动,不该开车撞人。 你真是丢死个人啊,我一说。 我丢人?我丢谁的人?我当初为谁进来的? 可我没让你开车去抓住他呀。 那你是说我活该了? 那你知道村民是怎么说我吗? 说我娶的不是习法,是我娶的是个午夜叉。 小雨强忍着委屈,问何亮想咋办? 何亮说烂梨无非就是要钱,如果给他两万块, 烂梨就不会再纠缠了。 想到家里还有婆婆和孩子, 小雨无奈地交出了全部家底。 你回家,在我那个抽屉,抽屉里面有个铁盒子, 里面有个存着刚好是两万。 那是我妈给我的嫁妆钱, 说是不到完不得已,千万不要动。 何亮记住了藏钱的地方, 立马就起身走了, 从此再也没来看过小雨。 虽然心里憋屈, 但小雨并没有就此消沉。 三年而已, 等我出去了重获自由, 一定要把失去的都拿回来, 到时候没人再敢看不起我, 没人再敢欺负我。 三年时间弹指而过, 小雨终于行满出狱, 看着熟悉的村口, 小雨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回来了, 让一切都从头开始吧。 然而下一秒, 她就听到刺耳的谩骂叫嚣声, 烂离两口子正堵在自家门前, 肆无忌惮地拍门砸窗户。 然而烂离还是不肯罢休, 原来她并没拿到一分钱的赔偿款, 当初何亮找到那两万块钱的嫁妆钱, 并没有赔偿烂离, 而是拿钱跑去外边逍遥快活了, 舍下老人和孩子自生自灭, 三年来一直没回家。 小雨万万没想到, 自己出狱后面对的是这种状况, 然而烂离两口子才不管她怎么想, 你丈夫当了缩头乌龟, 现在既然你出来了, 两万块赶紧赔。 然而家里连孩子上幼儿园的钱都拿不出, 甚至连馒头米饭都要买不起了, 两万块该咋还呢? 小雨却劝婆婆别担心, 我明天就去找工作算钱, 我就不信撑不起这个家。 小雨心中憋了一口气, 只要能赚钱, 什么苦什么累都能忍, 一定要活出个样来给所有人看。 然而已婚女人找工作谈何容易, 何况还是有污点的人, 很多地方一听说小雨坐过牢, 直接就把她轰了出来。 连续找了一星期, 工作的事还没有半点着落, 就在小雨急火攻心时, 收到了丈夫何亮的来信, 何亮早就把两万块钱败光了, 现在躲在省城的一个工地上打工。 小雨决定先找何亮, 按信上地址来到了省城, 打电话让何亮出来, 何亮却生怕小雨会找他算账, 明明就摊在狗窝一样的宿舍里, 却谎称自己去了外地, 打发小雨先回老家。 小雨只好无奈地回到车站, 就在她垂头丧气时, 一个女人找上了她, 说自己是职业中介所的, 可以给她介绍工作, 还热情地递上一个橘子, 说正好有个服装厂在高薪招聘。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小雨正兴奋呢, 却突然冲出来两个警察, 当场把女人抓了。 就这样, 小雨也被带回了派出所, 民警得知她是外地人, 为了安全起见, 让她联系在本地的熟人或朋友。 小雨只好再次打通何亮的电话, 何亮一听她在派出所, 立马一顿咆哮。 何亮当然不敢直接面对小雨, 只好继续谎称自己还在外地, 拜托朋友张军帮忙接小雨。 小雨不想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回老家, 他想先找工作赚钱, 赚到钱再跟何亮一起风风光光地回去, 让那些欺负过自己的人看看。 于是小雨便求张军帮忙租个房子, 张军知道他身上没钱, 便把小雨带回了自己租的小房子里, 中间拉上一道薄薄的布帘子, 一男一女便成了室友, 当晚两人便隔着布帘子各自入睡。 小雨生怕张军会图谋不轨, 在枕头底下藏了把水果刀, 没想到张军是个真正的君子, 对他毫无恶意。 第二天, 小雨便开始四处找工作, 一个气配公司经理对他的条件很满意, 当即就让他上岗开工, 工作内容是清点仓库货物, 大城市就是好, 找工作这么容易, 小雨以为自己终于拾来运转了, 来到仓库便开始卖力地工作, 然而万万没想到, 经理看重的只是他的脸蛋和身材, 表面上说指导工作, 下一秒, 色眯眯的大脸就直接贴了上来。 好香啊! 你再给我叫人来! 你再给我叫人来! 小雨怒骂经理色胆包天, 经理却是阵阵有辞, 一个都过大牢的女儿, 什么事也没见过, 你就成了我吧! 小雨万万没想到, 坐过牢的人会这么不受待见, 而经理还在得意地叫嚣着, 只要你帮我撤回, 我明天就让你上班, 怎么样啊! 情急之下, 小雨抄起一个扳手砸在经理的大光头上, 当场就溅了血,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你不是我做过牢吗? 对, 我告诉你为什么做牢, 因为我杀人了, 你信不信我? 我把你也杀了! 经理终于被吓住了, 落荒而逃, 但小雨也心灰意冷了, 就连省城也容不下自己, 连工作都找不到, 还谈什么赚钱, 谈什么扬眉吐气, 小雨一时想不开, 就想投河自尽, 但就在脚迈进水中的一刹那, 她又想起了年幼的孩子, 我死了容易, 孩子可咋办呢? 不, 绝不能认输, 绝不能就这样被打倒。 突然, 小雨想起了一个人, 在狱中结识的好姐妹红姐, 红姐出狱前曾留给她联系方式, 而且她仍旧在省城, 于是小雨找到了红姐, 出狱后的红姐变成了高贵优雅的贵妇人, 听说小雨在为找工作发愁, 当即表示小菜一碟, 不就是找工作了吗? 这有什么难度? 上我那去上班吧, 我跟长长很熟, 打拾招呼就可以了。 就这样, 小雨成了服装厂的工人, 每天加班加点工作, 工资却只有一千块每个月, 而红姐每天什么都不干, 却是挥金如土, 工资高得吓人。 小雨问红姐是怎么做到的, 红姐却笑而不语, 没想到第二天, 就有一群女人拿着棍棒堵在了厂门口, 原来是厂长老婆带人来抓小三, 而小三就是红姐, 原来这就是红姐有钱的原因。 在小雨的帮助下, 红姐总算逃过一劫, 但这也给小雨舍下了麻烦, 厂长老婆抓不到红姐, 就照小雨逼问红姐的下落。 小雨感激红姐给自己找工作的恩情, 所以死活不肯说, 被厂长老婆带人一顿毒打, 被打得劈头散发, 遍体鳞伤, 却始终不肯透露红姐的行踪, 厂长老婆一气之下把小雨开除了, 得来不易的工作就这样丢了。 红姐听说了这件事, 便说要给小雨介绍新工作, 然后便带着她到了夜店, 原来所谓的新工作就是傍大老板。 红姐跟老板们如交似漆, 小雨却觉得浑身不自在。 红姐发现一个梅老板对小雨有兴趣, 立即把小雨安排到了她身边, 还特意带着所有人离开, 给小雨和梅老板制造二人世界。 梅老板简单粗暴, 直接向小雨提出了价码。 梅老板没想到小雨真打, 顿时火冒三丈。 红姐在门外发现苗头不对, 急忙冲进来打圆场, 好说歹说才把梅老板劝住。 小雨万万没想到, 红姐竟是这种人, 还想把自己也变成这种人。 难道女人想赚钱就必须靠男人, 必须靠这种不光彩的手段吗? 这一连串的打击 给小雨留下了心理阴影, 晚上竟做起了噩梦。 合租的室友张军听到动静, 关切地过来查看, 这才发现小雨发起了高烧, 急忙给她敷上了毛巾。 第二天做好了早餐, 这才招呼小雨起床。 小雨还以为张军要图谋不轨, 反手就是一耳光。 发现自己冤枉了张军后, 小雨心中很是愧疚, 但张军却毫不在乎, 还给她介绍了一个做保姆的活。 小雨很快来到了雇主家里, 然而万万没想到, 女主人竟是红姐, 原来红姐又棒上了这家的男主人。 对于上次的事, 红姐向小雨表达了歉意, 并承诺一定会好好弥补她。 小雨却说不需要弥补, 自己现在自食其力挺好的。 然而小雨万万没想到, 她对红姐掏心掏肺, 换来的却是背叛和利用。 上次的梅老板贼心不死, 再次找到红姐, 只要你帮我搞定小雨, 我给你十万, 就为了这十万块, 红姐决定对小雨下手了。 她在红酒里下了药, 轰骗小雨喝下, 小雨哪能想到好闺蜜会算计自己, 毫无防备地喝了, 很快就头重脚轻昏睡了过去。 红姐立马给梅老板打电话, 人已经搞定了, 赶紧过来吧。 对于小雨, 红姐毫无愧疚感。 咱们做个老的女人, 有人喜欢也愿意出钱, 给你做什么工作都来钱财。 红姐也是为了你好。 梅老板很快来到房间, 看着昏睡中的小雨, 露出心满意足的邪笑, 美人,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不料就在这时, 张军突然冲了进来, 一拳把梅老板打翻在地, 两人拼命撕打起来。 情急之下, 张军抄起了烟灰缸, 一下把梅老板打晕, 这才把小雨救出虎口。 小雨再醒来时, 已经在医院里了, 这才知道自己去见红姐时忘了带手机, 张军去给自己送手机, 这才碰巧把她救下。 而更让小雨惊喜的是, 张军竟把婆婆和孩子也接了过来, 就是为了让她和亲人团聚。 丈夫何亮对自己不搭不理, 合租的室友却对自己这样掏心掏肺, 小雨对这温暖的举动感动不已。 就在这时, 红姐来了, 哭着求小雨原谅, 原来梅老板没能得到小力, 立马就找红姐发泄怨气。 红姐被打得鼻青脸肿, 浑身使伤, 梅老板也被警方带走了。 小雨大方地原谅了红姐。 其实你人不坏的, 以前你还很照顾我吗? 咱们不能因为坐过牢就自暴自欺,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小雨的感化下, 红姐终于彻底悔悟了。 丈夫何亮一直做缩头乌龟不肯出现, 小雨拜托张军四处寻找, 总算打听出了何亮现在的住址。 小雨这才知道, 所谓的在外地都是谎言, 原来丈夫一直都跟自己同在省城, 却始终躲着不肯露面。 然而当他终于来到何亮门前时, 听到的却是打情骂鞘声。 何亮竟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而且显然已经很久了。 何亮也没想到小雨会突然找上门来, 情急之下, 谎话随口就来。 我下面不是被烂离梯了吗? 我想知道还行不行, 所以才找个女的试试。 小雨才懒得听她胡说八道, 追问自己那两万块嫁妆钱去哪儿了? 何亮连谎话都懒得编了, 直接把一切都怪到了小雨头上。 要不是你当初开车撞人还坐牢, 我至于这样吗? 我家至于这样吗? 看着阵阵有词的何亮, 小雨无语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到城里这么长时间, 你躲着我, 你不见我。 原来你在恨我, 你觉得是因为我你们家才这样的, 我是罪魁祸首是吗? 很显然, 何亮心中就是这么想的, 小雨彻底绝望了。 我们离婚了。 为了给家里争一口气, 自己付出了能付出的一切, 可到头来却被当成了罪魁祸首, 丈夫还因此抛弃了自己, 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小雨闭上了眼睛, 纵身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幸好张军不放心她, 一直在暗中跟随, 见小雨跳河, 急忙不顾一切把她救了下来。 小雨虽然被救活了, 但心却已经死了, 她要跟何亮离婚, 一分钟也不能等了, 不料何亮很干脆地就答应了。 女儿归我, 你精神出口。 凭什么? 凭你生活作风不简简, 犹如我们何家的门风。 你胡说八道, 明明是你先出轨, 现在居然误赖我。 我哪里出轨?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出轨? 犯了错还死鸭子嘴硬,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无耻的男人了, 然而更无耻的还在后面。 赶紧回家把你和张军的东西全部收拾好, 免得我仁章并祸。 我跟张军是清白的。 放屁。 你这孤男寡理, 沾财烈火, 同处一世, 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 小雨警告何亮别胡乱造谣, 何亮却干脆耍起了无赖。 就是这一句话, 要么你就睁着眼闭着眼, 咱们继续过日子, 要么你就尽身出户, 直接滚蛋。 小雨终于忍无可忍了。 我坐牢的时候, 你把家里的积蓄都划光了。 现在让我寄身出户。 老家的房子是我娘家留下的, 凭什么给你? 凭你是个物质免质当购。 这个耳光把何亮打脑了, 虽然在外边是个软柿子, 但对家里人却横得要命, 直接对着小雨一顿拳打脚踢。 小雨被打得遍体鳞伤, 张军见了怒火中烧, 立马要去找何亮算账, 不料小雨却接到了婆婆的电话, 孩子在老家摔伤了, 张军立马把小雨送回老家。 小雨因为着急崴了脚, 张军在一旁扶着, 没想到被何亮看见了, 立马借题发挥。 在城里面的, 很多睡在你房子, 这牵扣手, 我就很正确。 我想问你, 是不是坐了牢的女人, 打得忒大? 你是否把我何亮当傻? 张军停不下去了。 村里人不明真相, 都听信了何亮的谣言, 纷纷声讨小雨不要脸, 嚷嚷着要把她送回牢里继续改造, 不料这时婆婆赶来了, 一拐杖砸在何亮身上。 你就是一个畜生啊你。 不是,妈你干什么, 我已经听完了。 不是,你别瞒开我呀你。 我没你这个不孝子。 老太太没有护短, 当众一五一十说出了何亮的罪状, 活囊费, 拿了媳妇的钱在外养女人, 舍下老娘和孩子自生自灭, 在外边是软淡, 就知道窝里横。 何亮被骂得狗血淋头, 却一个字都没法反驳。 亲妈都这么说了, 村民们这才恍然大悟, 纷纷指责何亮不是人, 婆婆更是再次挥起了拐杖。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要赶快给我滚,滚。 何亮没想到连老妈都不要自己了, 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在婆婆的支持和鼓励下, 小雨正是跟何亮离了婚, 勇敢地和张军走在了一起。 两人开了家小吃店, 小雨终于得偿所愿, 她终于扬眉吐气了, 没有人再看不起她, 没有人再敢欺负她。 阳光总在风雨后, 小雨饱受磨难却不改初心, 没有自怨自艺放弃努力, 更没有像洪姐那样放弃尊严和原则, 最后终于收获了事业和爱情。 时光不会亏待每个努力奋斗的人, 只有用力活着, 终有一天会波云渐日。 让我们为每个用力生活的人点赞吧! 感谢关注彩哥撩剧, 下个故事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